亲爱的耶稣谢谢你 谢谢耶稣你带我们来到神迹时刻的时间 耶稣孩子感谢你 也谢谢耶稣现在我们每一个人 来对你说我们愿意 将我们的心思意念 意志 情感 记忆力 想象力 还有所有的担忧 耶稣我们现在重新 叫到你的手上我们放手 也谢谢耶稣 在这个时段当中 你来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 说出你瑞玛的话语 主谢谢你 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这亮光就是我们生命中 全新的出口 谢谢耶稣你引导我们的脚步 你也让在这个时段当中 谢谢主 你分别维圣我们团队当中 每一个人的领受 不论是画面 话语 意象 还是经文 也谢谢主 你保守我们用智慧的话语 说出你当下要说出来的话 谢谢耶稣 你爱我们 好感谢神 同样现在 就是我们的神迹时刻 要正式开始对外开放直播 我们来鼓励大家 就是如果你喜欢我们神迹时刻的频道的话 我们鼓励你可以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 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帮助YouTube的演算法 然后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一指神功的方式 就可以将我们的影片推播给更多 也许是我们不认识的人 但是他们需要听见耶稣的人 谢谢主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安息的来传福音 也谢谢大家 好同样就是我们一样 要跟大家说 就是不论就是你传给分享的人 他们是否有信耶稣都没有关系 因为耶稣 他是为了世上的每一个人 然后上了十字架 受了鞭伤 受了刑罚 所以你只要分享给他 那他至于要不要相信耶稣 这都是耶稣 他会亲自来做工 我们只要安息下来就好了 然后同样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可能没有带导到你的事项 也没有关系 要记得因为这段时间 都是圣灵亲自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来做工 所以耶稣 他会触摸你的心 触摸你的身体 让你的心得恢复 然后你的身体进入医治 所以我们把一切都是交给耶稣 我们就是安息下来 好 感谢主 感谢主 同样我们鼓励大家 如果你有任何的带导事项 现在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 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 感谢主 我们现在要来对我们亲爱的耶稣来祷告 好 亲爱的耶稣 好 谢谢你 孩子感谢你 主 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宣告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 谢谢耶稣 主 这一人的身份是白白恩典的礼物 谢谢耶稣 这一人的身份不是我们努力 也不是我们赚取的 哪怕我们可能是犯错 但是我们一样可以坚定在我们一人的身份里面 我们可以重新站立 谢谢主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就是神的义 主 谢谢你 谢谢耶稣 因为你完成所有一切罪定罪 咒诅 疾病跟死亡了 谢谢耶稣 而且过去的我们已经同钉在十字架上面了 哈利路亚 主 谢谢你 然后孩子一样 为等一下的神经时刻我们来祷告 我们将一切交到你的手上 因为信的人必有神迹其事相随 我们每一个一人就是信的人 谢谢耶稣 不论是我们用发话命令 还是我们手里所按在病人身上 病人就必好了 主 因为这是你话语的成就 这是十字架上面救赎 连同医治都包含在里面了 谢谢耶稣 主 谢谢你 谢谢耶稣 我们安息在你的脚边 还有你的怀里 我们享受你的话语 谢谢主 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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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耶稣你是我的牧者 我不知缺乏 你是我躺我在青草地上 淋我在隔岸切的水边 你是我的灵魂苏醒 只缺乏我的手引导我走一路 随我走过四隐有骨 也不怕遭海 耶稣拯救主 你与我同在 你的战和肝都安慰我 你拥有恩到我的头 我必住在你眼中 直到永远 主耶稣我的心 仰望你 我的主我的心 我依靠你 我将一切的忧虑 写在你身子夹前 因你为了爱我而舍了情 耶稣你是我的牧者 我不知缺乏 你是我躺我在青草地上 陪我在渴岸切的水边 你是我的灵魂苏醒 牵着我的手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稣我的心 仰望你 我的主我的神 我依靠我依靠你 我将一切的忧虑 写在你身子夹前 因你为了爱我而舍了情 我依靠你 主耶稣我的心 仰望你 我的主我的神 我依靠你 我将一切的忧虑 写在你身子夹前 因你为了爱我而舍了情 我依靠你 我依静在你身子夹前 好 亲爱的耶稣主 谢谢你孩子感谢你 谢谢耶稣你就是我们的牧者 而且你为了爱我们 已经舍了自己了 所以你在十加上面 已经完成 所以也谢谢你在神经时刻当中 你做了非常多的奇妙大事 谢谢耶稣 谢谢主 这一切都是你的爱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 在神经时刻当中 有非常多 就是很多人听见耶稣 看见耶稣看见十加 然后就得医治的见证 谢谢耶稣 其中我们有一位弟兄姐妹 她之前有发出代祷通知 然后那时候她说 她同事的宝宝 陶陶要为她来祷告 因为她最近发烧了 就感谢神在带倒没有多久的时候 对方就回复宝宝已经退烧 而且下楼去玩了 哈利路亚 主谢谢你 谢谢耶稣你真好 谢谢主 所有我们生命当中 大大小小的每一件事情 耶稣你都看顾 只要我们重新定精在你身上 感谢主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位弟兄姐妹 还有分享 她说感谢主 我咳嗽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然后无意间看见你们的影片 她默默的在听 她突然发现 今晚开始我不再咳嗽了 哈利利亚 她说真的非常感谢耶稣的医治 谢谢主 主谢谢你 你也让我们可以学习 就是每一次我们定精在你身上的时候 医治就是会发生 不论是当下即刻发生 或者是在持续的几天当中 但神的心意就是医治 所以我们就是坚持相信 耶稣就是我们的医治 谢谢耶稣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因为耶稣你就是我们的信心 好另外一个 我们还有在加州的姐妹 她有分享 她之前有乳癌的病史 然后今年她说她即将告别 吃了八年的抗癌药 就没想到在二月底检查的时候 她的癌指数上升 所以她非常的担忧 也非常的恐惧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团队就有分享 神迹时刻的影片给她 然后一起来祷告 于是她后来在三月六号 她分享 她说指数下降了 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 然后感谢主 她之后她还要再做 全身的检查 同样我们一样 会继续为她宣告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已经得胜的神了 所以持续不断的就会成就医治 因为这医治在两千年前 施假就已经完成了 谢谢主 主谢谢你 谢谢耶稣 还有在这个诗篇当中 不论你有任何的害怕跟恐惧 你想要带导的事项 我们都相信耶稣是不会偏待人的 今天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忧虑跟烦扰 跟担心还有病症 都叫到耶稣的手上 主谢谢你 我们跟你同行 一起见证你奇妙医治的大事 谢谢主 祷告放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我们唱的诗歌是《牧者》 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我要分享一个见证 就是呢 我们的一个姐妹 她就说她有一天呢 她就下楼去便利商店 因为她的妈妈叫她去买鸡蛋 然后呢 那个店员呢 就跟她说 哦 都缺货了哦 没有了哦 然后呢 这个姐妹 她就转身 她就离开的时候 她就宣告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缺乏鸡蛋 很厉害啊 对 结果呢 她就快要走出门口的时候呢 然后那个便利店的店长 突然间就跟她说 好了好了 我分你一盒好了 我本来要拿去做茶叶蛋的 所以呢 这个姐妹 就经历了什么叫做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缺乏鸡蛋 好 其实呢 就有很多个层面哦 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不只是我们不缺鸡蛋 我们不缺的东西可多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有照样造句 就是呢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缺乏业绩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缺乏灵感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缺乏维生素 然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缺乏骨质 软骨 体力 实力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缺乏睡眠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缺乏好人缘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缺乏爱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缺乏经济 财物 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我必不缺乏 他是全面性的 全面性的 你生活中所有你需要的一切 你都不至缺乏 因为他是你的牧者 然后呢 其实这是一个 心意更新变化的过程 通常呢 如果你 遇到了姐妹的状况 就是你说你要去买一个东西 然后店员跟你说 没有卖了 其实你的反应会说 哦没有 然后呢 你就会去下一家店找 对不对 或者是今天不要吃蛋就好了 但是你看呢 这姐妹的反应是什么 立刻宣告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一宣告的时候 就发生了神迹 就是人心也跟着改变 然后这个店员就说 哦 我把我的 本来要弄茶叶蛋的鸡蛋 就先卖给你 今天这个姐妹 她并不是祷告说 呃 奉耶稣的名 这个店长要把她的蛋拿出来 没有 因为这样子的祷告 就变白无数了 可是呢 这个姐妹 她就是宣告了神的属性 宣告了神的应许 接下来就是神自己的工作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我们相信 宣告 供应是神的事 是神亲自感动那个店员把鸡蛋拿出来的 我们没有去控制她 我们也不这样子祷告去控制人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需要告诉我们的神 神就会自己去动工 所以呢 我们当中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 我们不要祷告别人把她的东西给我们 我们只要祷告说上帝我也要 你不要说我要她手上的那颗钻石 你要说的是上帝我也很想要钻石 了解吗 上帝可以决定她要给你 怎么样给你 那是上帝的主权 你只要把你心里所要的告诉神 我们的神必将她荣耀的丰富 在耶稣基督里使你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 那是神的主权 你只要祷告 相信 相信她必使你一无所缺 谢谢耶稣 亲爱的耶稣 主谢谢你 孩子感谢你 谢谢耶稣 然后刚刚我们在敬拜当中 就是我们的团队有特别领受到 就是复活 就是也许你过去的生命里面 就是你有很多的感受 不论是可能是在关系上面 还是在你的金钱上面 还是在你的供应上面 或者是你过去你有官司上面 任何你觉得他好像看起来没有盼望 好像就是暗黑的一片 你觉得好像没有新的希望了 但今天神 祂要说复活 特别我们有领受到一样 就是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 今天神要对每一个人说 信我的人 要从他腹中要活出活水的江河来 孩子今天神他要全心更新 复活过去你以为已经没有救了 没得解了 已经可能是死局了 然后没有希望了 所有一切神今天要让你看见 他说孩子 我是复活的神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孩子今天圣灵在你的里面 从你里面 他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奉耶稣基督民 所有一切过去的 那一切看起来没有希望的 但今天不论是任何事情 只要你是一人的身份 你手里所触摸的 你口里所宣告的 今天所有过去的 死掉的 没有希望的 今天就是要重新复活过来 谢谢耶稣 主谢谢你 孩子感谢你 同样就是我们一样 就是躺卧安息在你的胸怀里面 我们知道 你会有对的时间 对的地点 对的方式 就是要让我们 所有一切的盼望当中 就是复活过来 谢谢主 谢谢耶稣 主谢谢你 孩子交到你的手上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要分享一个我们 一个姐妹的见证 也是关于复活的 好 就是呢 这个姐妹她就说 她到了一个年纪了 很多人就跟她说 这就是一个更年期的前兆了 然后呢 她的那个旌旗就没来了 好 重点就是她经历了复活 她那个旌旗后来就来了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呢 那天她就跟 我们代导团队就在分享说 哇 真的是 女生一到了一个年纪 就会有更年期 然后非常的痛苦 结果呢 我们代导团队就告诉她说 没有哦 你可以祷告说你不要有更年期的 然后她说 真假的 因为她现在最近已经开始的不正常 跟有不舒服的症状了 然后呢 她身体还出现了一些肿 肿胀 而且是什么更年期的热潮红的那个症状 然后一直非常的干扰她的心情 然后她就一直担心 后来呢 她就听到说 哦 所以可以祷告就是没有更年期哦 然后她就开始了 跟她的老公说这件事情 然后她就开始宣告说 这些症状不来自神 然后她已经得医治了 她就一直不断的相信 毛起来宣告 毛起来祷告 然后她就告诉我们说 今天早上 旌旗就来了 所以呢 她的症状就解决了 那我要分享我个人的状况 是这样子 就是呢 在二十年前 就是以前我的那个牧师 他就跟我分享说 我告诉你哦 哇 人到了一个年纪啊 那更年期超恐怖了 然后就跟我讲了一对 更年期会发生什么事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 十五年前呢 又有一个牧师 女的 也就跟我讲 哇 她现在更年期的状况 多么多么的可怕 怎么样 然后什么什么 她跟老公怎么样 然后就是真的是非常恐怖 因为我们都 我们年纪都很小嘛 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更年期什么的 然后呢 十年前呢 又有一位就是教授的太太 她就跟我分享说 她们都没有更年期症状 她说因为她们宣告了 然后她们就相信了 所以她们就都没有更年期的症状 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开始想说 哦 原来 所谓的 有人 什么更年期症状啊 什么的 是因为她相信 然后她就有了 然后这个教授的太太呢 她们就是不相信 她们就都没有 然后呢 我就觉得说 原来更年期的症状 这么可怕 那我当然要祷告 我也没有啊 对不对 我也不相信 好 所以呢 我也没有哎 对啊 所以你看哦 就是你相信你就有 你不相信你就没有 好 所以呢你看哦 姓氏得招 救病得招 这是真实的 这是真实的 即便所有的医学啊 什么的 你看这个姐妹 她就告诉我说 她都还没有 那个 到了那个年纪 她就已经 错了一旦 然后就开始做了 各样的准备 去看医生啊 什么的 可是当 我们跟她讲说 你可以不要有 更年期的 她就 立刻相信 她就立刻得到解决 了解吗 这是发生在 我们当中 是真实实的 例子 好 今天我们要为 同样的 如果你已经到了 即将要有 更年期症状的 年纪的 年纪的女生 我们现在来为你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你信誓得招 就必得招 你可以相信你不会有更年期的症状 奉耶稣的名宣告 因为耶稣的鞭伤 不管是什么样的症状 都已经完全得意志了 而且耶稣来已经把那个 以前的那个咒诅 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 就是女生 会受产难之苦 还有那些子宫之的相关的疾病 症状 奉耶稣的名宣告 这一切都已经废除在十字架上了 因为耶稣已经把所有的咒诅都废除了 所以我们可以强壮 可以健康 女生可以不经历更年期 谢谢耶稣 你相信你就会得着 你拒绝它 你就不会进入那个更年期的状况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宣告 释放那个医治的大能在你们的里面 如果现在你已经相信了 然后你正在经历那个恐怖的更年期的状况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你得医治吧 那个症状停止 奉耶稣的名宣告 症状现在就立刻停止 你要恢复 恢复年轻人 恢复 恢复神创造你那本来最美好的样式 谢谢耶稣 从现在开始 你要睡得很好 你晚上不会一直不停的 好像就忽冷忽热 然后你不会有 就是情绪不好 然后总是跟你老公吵架这样子 你们的关系要恢复 恢复到和睦 而且比以前更加的相爱 谢谢主 谢谢主 好 亲爱的耶稣主 谢谢你 孩子感谢你 谢谢耶稣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问一些 就是现在目前线上有人需要带导 就是关于有的人是癌症病患 或者是有的人是有肿瘤 在检查的过程当中 然后有的是肺部的细胞癌 还有乳癌 担心有硬块肿瘤的 还有在职场有癌症的人 所以有一切全身上下不论是你过去家族遗传有担忧 或者是你现在正在检查当中 或者是你被宣告你有癌症或者是有肿瘤 或者是可能开始有担心进入第几期或恶化的问题 现在我们要来为这一些人来祷告 同样就是如果你家里面你身旁的人 你现在有想到 或者是在你旁边 你一样可以来为他按手 谢谢耶稣 主谢谢你 谢谢耶稣主 孩子感谢你 你说你已经赐给我们权柄跟能力 可以践踏蛇跟蝎子 断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们 孩子 你要拿起你的权柄 因为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耶稣的手上了 不论你全身上下是什么样子的问题跟疾病 不管大到是癌症肿瘤 或者是有恶化的问题 还是小到头痛 所有的问题 神都已经给我们权柄 而且断没有任何的黑暗势力可以伤害你 谢谢耶稣这是耶稣你说的 主我们现在就拿起权柄来宣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现在你手里所触摸的 我们命令 所有一切不好的细胞 不好的肿瘤 从你身上连根拔起 不得停留 连根拔起 就是一点都不得停留 奉耶稣基督的名 现在你手里所触摸的 不论是你的肺部还是乳房还是你的大肠 有关乎任何担忧有癌症的地方 现在我们命令 基督的生命因为已经在你里面涌流出来了 不管你是否有信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 现在神的国力就是要降临 彰显在你的身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全身上下好的细胞 不断的增生 你是有抵抗力的 你有属天的医治力的 你有全心复活的能力了 谢谢耶稣 耶稣说了算 耶稣已经完成了 谢谢主 现在我们就是命令 所有一切你被宣告出来的报告 就是要好转 因为耶稣已经为你受鞭伤 你得医治了 谢谢耶稣 主谢谢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的代讨团队呢 有一个领受 就是呢 如果呢 你有一个长期不明原因的疼痛 就是你去检查了 然后也检查不太出来 那有一种可能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有可能上帝正在提醒你 某一件事情 所以呢 这个身体 它反映出了那个疼痛 好 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呢 她就是那个 大腿长长的疼痛 然后已经去 做了一些医治 还是很痛 然后呢 我们就想说 诶 这个好像是不明原因的 然后我们就翻了圣经 关于大腿疼痛 然后我们就翻到了雅各 所以呢 我们就发现了 她疼痛可能是 因为她非常的努力的 靠自己在工作 非常的努力 然后呢 神要提醒她说 她可以放手 然后 这姐妹也是 不只有大腿疼痛 然后她的颈 跟肩膀 都是会疼痛的 所以呢 我们也又查了圣经 关于肩膀 还有脖子的圣经经文 然后我们就发现说 也许神是在提醒她说 就是她人生 她扛了非常多的压力 然后她非常的 习惯要满足别人的期待 然后这些压力呢 就造成了她 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疼痛 然后这压力呢 是她已经内化到她里面 她都不知道 她其实承担 超过她的能力的 那个责任了 所以呢 如果 这个人是你 或者说 比如说我们有一阵子 我们同时有一堆人 都脚跟受伤 这也太不寻常了 所以我们就去查圣经 关于脚跟这个字 然后就发现说 它代表了一个欺骗的 属灵的意义 所以我们就去检查说 是不是在我们当中 有发生什么样 正在进行欺骗的事情 然后等到我们找到了 这个欺骗的事情之后呢 大家都 再也没有脚跟受伤的这个经历了 好 所以呢 如果 这是你 你身体有一些部分 发现了一些症状 然后你也祷告了 你也宣告了 怎么都没有好 那有可能 这是 一个有属灵意义的部分 神正在提醒你 然后呢 你只要 接受到这个信息 你就会立刻就好了 好 假如说是腰痛的话 我就会祷告说 奉耶稣的名 宣告 神要用真理当作带子 为你来素摇 了解吗 然后心脏痛的话 我也会祷告说 神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 为你遮凶 当然疾病不是从神来的 你们要知道疾病绝对不是从神来的 但是神可以使用已经有的这个症状 然后做一些更好的提醒 然后一次把你医治到完全 让你不会再复发 所以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是重复性的某一个部分在疼痛 你们不妨可以看看圣经那个部位代表了什么意思 然后就问上帝说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呢 奉耶稣的名我宣告 神要打开你属灵的眼睛 让你看到在你生命中 如果是心因性引起的疾病 到底神要你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使你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这样子的疼痛跟疾病 同样的 如果你也不断的做一个重复性的梦 或者你重复的看到某一个数字 就是无论怎么样你就是会有一些重复性的一直发生 那就表示神正在提醒你 神正在用各样的方式正在对你说话 当你解开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恶梦停止了 然后那个数字就不会再看到了 奉耶稣的名 我要祝福我们当中的人 要有聪明 要有智慧 就是知道怎么样 听到上帝的声音 知道神正在跟你说什么 然后你也愿意去配合 然后使你的生活 使你的生活是平安顺畅的 使你的身体是强壮健康的 因为神爱你 神爱你 奉耶稣我们宣告你要听得懂神在跟你说什么 奉耶稣我们宣告打开你的眼睛打开你的耳朵 打开你的心知道上帝对你说什么 所有的谎言离开你 奉耶稣的名所有的谎言离开你 好像那个帕子被揭开了 你就看到什么是真实的 什么是真理 你就复活过来了 你就从那个欺骗中逃离出来 你就不再进入那个循环 你就会从那个循环中脱离 进入自由 谢谢耶稣 好 亲爱的耶稣主 谢谢你孩子 感谢你 然后接下来 现在我们要来问一些 就是可能有的人过去有打过疫苗 后来发现身体就是对疫苗有一些副作用的状况发生 然后变得很虚弱的人 或者是有的人可能之前就是有那个新冠肺炎有确诊 然后发现在确诊之后觉得身体的体的身体里面有很多地方就是越来越虚弱 就是不论是可能器官开始慢慢有点下降了或者是体力明显变不好了 或者是突然有没有味觉 然后或者是感觉好像那个呼吸不到很新鲜的空气 或者是有些人脑部会有不舒服所有以上面的 然后这些情形如果造成可能你家人的负担 因为可能长期要去不断的看医生一直修复一直反反复复的 现在我们要来为这些人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谢谢你 同样如果这个人是你 你一样可以将你的手按在你不舒服的地方 我们也有非常多的见证 就是不论是他之前确诊或者是因为打了疫苗 现在有的人是已经完全得医治了 不论是味觉或者是他的声音 主谢谢你 你不偏待人 你就是会让见证复制见证 谢谢耶稣主 谢谢你还是感谢你 我们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主谢谢你 谢谢耶稣 主谢谢你 我们现在重新对焦在你身上 主谢谢你 因为在耶稣你的时代里面 你触摸麻风病人 是麻风病人得接近 耶稣你的到来改变了一切了 主谢谢你 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宣告 你是属耶稣基督的 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上了十字架了 耶稣基督 他已经为你承担所有一切的刑罚了 因着耶稣基督的鞭伤 现在所有过去 可能你得过什么疾病产生的副作用 还是你打了什么疫苗产生的 感觉不舒服的状态 现在从你生命当中挪去 离开 奉耶稣基督的名 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 与你成为一灵了 复活的生命在你的里面 所有一切不洁净的 会伤害的任何的可能性因素 现在就被洁净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神今天要打开你的眼睛 让你看见 孩子你属于我 耶稣如何 你在地上也如何 孩子你要重新看见 现在耶稣在天上 他是充满荣耀 昌盛健康有力 而且是喜乐又平安的 现在孩子你要看见 因为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所以你在这个地上 你跟耶稣一样 是充满荣耀 昌盛喜乐平安 而且健康有力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 所有一切让你感觉 你是越来越虚弱的灵 现在从你身上退去离开 恐惧离开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与你交换了 奉耶稣基督的名 你是强健的有力的 没有任何可以伤害你 因为喝了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害 谢谢耶稣 你成就 谢谢主 谢谢耶稣 谢谢主 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牧者 你就是供应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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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的带导团队还有领受到 如果你祷告了 然后耶稣说不要 就是耶稣不许 不要你去做那件事情 然后给你不平安 那表示什么 表示耶稣有更高的策略 而且耶稣是为了你的好处 而不要你去做那件事 因为只有神看得到全面 今天神要对你说 如果你祷告了耶稣不许 那你要相信耶稣一定有他的原因 因为他是全知的神 因为他爱你 神让你想一想 就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耶稣不许的例子 有时候呢 当事人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不要他这样做 但是呢 当我们看完整本圣经 我们知道后面发展的故事 我们就真的知道说 原来耶稣都有他的理由 而且那个理由都是为了祝福你 为了使你得到益处 今天神要对你说 你人生的结局只有神知道 你还没走到那里 所以你看不懂 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那样 为什么我明明要做一件 这么棒的事情 可是耶稣却说 他不要 他不许 今天神要对你说 相信我吧 相信神 相信他爱你 相信他是全知全能的 相信他对你的旨意 一定是赐平安的神 一定是为了叫你末后有盼望的 相信神爱你 如果神不要你去做那件事 一定是为了你的好处 一定是为了你的好处 你可以先停下来 然后跟神说 亲爱的耶稣虽然我不明白 虽然我好想去做那件事 但既然你说不许我去做 那我就顺服你 但我也请你 让我知道 为什么 将来有一天 我知道你会告诉我为什么 将来有一天 我会看到 你在我生命中的祝福 是如此的浩大 将来有一天 我会看见 这每一步都是你精心的安排 每一步的巧遇 都是你精心的安排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好亲爱的耶稣主 谢谢你 孩子感谢你 谢谢耶稣主 谢谢你 然后刚刚我们的领受团队 特别有领受到 今天神他要来做一些 可能也许跟你过去的认知 不同的一些恢复 比方说 关于你的身份 或者是你紧紧抓住的事情 然后 或者是你每一每想起什么样的事情 可能会让你产生 就是很 很愤怒或者是不舒服的情绪 因为你可能觉得你过去被错待了 如果以上面有这些状况 你觉得神好像在对你说话 好像在提醒你些什么 然后现在你可以将你的眼睛闭上 同样你可以一样按手 在你的心上 我们一起来领受跟祷告 主 主 谢谢你孩子感谢你 谢谢耶稣 我们在领受当中 我们有看到一个意象 就是耶稣他向你走来 耶稣他向你走来 然后耶稣 轻轻的 轻浮拖在你的脸庞上面 他今天要跟你说 孩子 你知道你是按我们形象所造的吗 你是按三位一体的神的形象所造的吗 孩子 在你接受我 相信我的那一刻 你的生命 已经不一样了 阿曼 孩子 你知道我很爱你 非常爱你 你每一个意念 我都晓得 你每一个情绪 我都理解 因为我为了你 道成了肉身 为你担当所有一切的痛苦了 孩子 今天 我要告诉你 不要往后看 你的眼目 不是一直回头 因为你已经不一样了 慢慢 孩子 在今天开始 我要给你全新的眼光 因为在你受洗的那一刻 你就是新造的了 所以一切过去 可能也许 你感受到被错逮 你觉得你被丢弃 你觉得你被 你被 暴富 或者是 你感觉起来 有很多不舒服的苦毒的情绪 那些都不会再发生了 孩子 我要你全新的对焦我 看见全新的生命 在你的里面 因为我 耶稣基督的灵 已经与你成为一灵 孩子 你已经不一样了 我看你是可爱的 我看着你一直微笑 不论你怎么做 努力做 你做错还是做对 但我看着你 我总是微笑的 孩子 你先安息下来 你让我 抱抱你 摸摸你的脸庞 我要 我要你 就像baby一样 重新回到我的怀中 因为我与你交换了 过去所担忧害怕的 不会再回来了 孩子 因为你已经因性成疑了 你的祝福 都是加倍的 谢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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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继续 触摸 每一个 你的宝贝 是你独一无二 创造的宝贝 谢谢主 谢谢主 你持续做工 祷告放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今天我们的带导团队还有个领受 就是呢 如果你感觉自己很像玩偶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就是你 听不见神跟你说什么话 你需要依靠别人跟你说 神说什么 而且当你有听到神说什么的时候 你还会怀疑说 那我听到的是对的吗 还是 总是告诉我说 神怎么说的 这个人说的才是对的呢 就是有一些人 一直告诉你说 神说什么 神说什么 他已经说到一个程度 你已经把他当做上帝了 以至于 真正的神跟你说什么 你都听不懂了 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你 你会有感觉一种压制的感觉 就是睡不太好 然后觉得没有自由 然后失去了喜乐 如果这个人是你 今天神要释放你的自由 今天神要释放你的自由 奉耶稣的名我断开那个挟制 那个恶住你景象的那个挟制 奉耶稣的名 我宣告神现在就按手在你的头上 现在要释放你的自由 奉耶稣的名 现在打开那个你跟上帝 那个直接的那个沟通的管道 不需要透过人 不再需要透过别人 神自己要对你说话 好 那我现在呢 我要带 你们大家做一个祷告 这个是一个破除白无数的控制的祷告 因为今天神要释放你的自由 好 我讲一句你们讲一句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请你介入我跟所有人的关系 请你介入我跟所有人的关系 用耶稣的保险 用耶稣的保险 捷径我和所有人的关系和连结 捷径我和所有人的关系和连结 奉耶稣的名 我拒绝 并且断开 任何人对我发出的不属神的祷告 任何人对我发出不属神的祷告 还有意念跟控制 还有意念跟控制 任何人包括配偶 权柄还有家人 任何人包括配偶 权柄和家人 只要他们对我发出不属神的祷告 只要他们对我发出不属神的祷告 我拒绝并且断开 我拒绝并且断开 好 那我们要做一个那个心思意念的悔改 好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请你赦免我的罪 请你赦免我的罪 因为我把别人当作我的神 因为我把别人当作我的神 我顺从人的话 胜过神的话 我顺从人的话 胜过神的话 求神你现在光照我 求神你现在光照我 引导我 圣灵现在充满我 圣灵现在充满我 亲自对我说话 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我愿意把你当作我的神 我愿意把你当作我的神 不被人挟制 活出真正的自由 活出真正的自由 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Amen 好 这个祷告就是在告诉 提醒我们大家就是说 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但是很多人呢 他的主并不是耶稣 而是配偶或者是 比如说牧师啊 小组长啊 传道人 那有人的主呢 可能是老板啊 或者有一些人的主是他自己 那刚才的这个祷告就是 把耶稣是主的这个主权 交到耶稣的手上 我们真正相信的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顺服神的话 不是顺服人的话 Amen 任何人都不能代替神在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地位跟位分 Amen 谢谢耶稣 奉耶稣我们宣告今天你要恢复自由 Amen 耶稣要成为你的神 Amen 你听神的话胜过你听人的话 Amen 奉耶稣的名打开那个迷雾 那个遮罩 从现在开始你要自己能够听到神说的话 清清楚楚的 Amen 谢谢耶稣 好亲爱的耶稣主 谢谢你孩子感谢你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为一些就是有的人的身体状况来祷告 包含就是你可能过去有出过车祸 或者是你有受伤过 不论是任何情形发生的受伤 然后你可能要定期做复健 然后一直想办法 一直想说怎么样 我才可以将这个疼痛离我而去的 觉得很不舒服的 然后还有包含就是有的人在他的骨头脊髓里面就是会有空洞症的 就是原本你应该要拥有的 就是可是可能也许你缺少了什么 不论是在你的骨头骨髓 或者是你的整个软硬骨胶原 还有你的筋膜等等之类 只要关于你全身上下从头到脚 所以有一切过去受伤过的 反复的疼痛 然后还有包含就是你可能天生或者是可能后期 造成你的骨髓空洞影响的 我们来祷告 你可以将一样你的手按在就是你不舒服担心或者是有疾病的地方 谢谢耶稣 主谢谢你 谢谢耶稣你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牧者 我们必不至缺乏 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宣告 神说我不至缺乏 你就不至缺乏 阿曼 所以有一切不论从小出生的你缺乏的或者是有骨髓骨髓空洞症的或者是你全身上下你需要补充的软骨有磨损的还是你的骨质有疏松的因着年纪的关系 现在所有一切神说孩子你必不至缺乏 因为耶和华是你的牧者 神他的话语可以创造天地还可以拖住整个宇宙 现在神的话语就是要拖住你全身上下 不论你全身上下有任何缺乏的地方都补齐 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用这样子的能力将你所缺乏的一切都补齐 谢谢耶稣主谢谢你 现在所有一切不论是你过去可能有受伤的症状 现在奉耶稣基督名我们触摸的地方 因着耶稣的鞭伤现在得医治 不管你是小时候还是你车祸还是任何的原因都没有关系 但现在我们就是命令所有一切顾及救伤 不得再发生不得再发作疼痛你终止不得再发生 现在所有一切反复发炎的症状从你身上连根拔起 现在从头到脚命令耶稣基督在你里面 你的骨头你的肌肉你的筋膜你的胶原 还有你所有一切的骨髓还有你的骨细胞 所有一切的神经现在得医治 生命进入 你行动自如 神创造你 神种子显现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一切的作为 孩子你要站起来 你要为我出去 传福音你会健康 因为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康 如同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谢谢耶稣 祝你成就你的话语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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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义无所缺 我身体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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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要的一切 所需要的一切 一无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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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医生说什么 不管医生说什么 我对我的身体说 你义无所缺 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医学报告说我缺乏的 现在我宣告 耶稣都补足了 我义无所缺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主谢谢你 孩子感谢你 主谢谢你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特别为一些 就是你可能有被检查出来 或者是旁边人 就是会说你可能会有忧郁的倾向 恐慌 甚至你现在可能已经在医院里面治疗 关于在精神相关性的疾病 不论是所有一切 你很容易沮丧的 或者是有人被检查就是他会有精神分裂 就是你会被说变换不同人格 然后你自己的你你会搞不清楚的 所以上就是关乎在精神方面的疾病 现在我们要来为这些人祷告 不论你相信神或者信主还不信主的 都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就要让你 应着耶稣都释放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主谢谢你我们来按手祷告 我们也来为今天你听见这个影片 每一个人关于你的精神方面有任何疾病 你常沮丧 很忧郁 然后常掉眼泪 很自责 然后想自杀 想离开这个世界 所有一切 关于在精神方面的状况 我们来为你祷告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还是感谢你 主谢谢你 谢谢你来亲自触摸 每一个你的孩子 不论他们已经信主是基督徒 还是还没有信主 还不是基督徒 但主 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宝贝 你的孩子 现在我们拿起耶稣基督 你给我们的权柄 奉耶稣基督的名 主你说 凡地上捆绑的 在天上也必捆绑 凡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必释放 奉耶稣基督的名 现在你手里所触摸的 我们命令 所有一切不属神的灵 从你身上滚离开 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 生命在你的里面 奉耶稣基督的名 现在我们命令 所有黑暗势力 从你身上推去离开 奉耶稣基督的名 得自由 现在就进入释放 阿曼 你是自由的 你是自由的 孩子你要看见 你不需要靠 黑暗势力的能力 因为你靠的是主 耶稣基督的灵 黑暗势力的能力 没有办法 让你变得比较厉害 奉耶稣基督的名 主说我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现在主的灵在你的里面 进入自由 所有一切 仇敌影响你的沮丧 想自杀 错恶 失落 愤怒 现在从你身上连根拔起 阿曼 那个是谎言 神说孩子你是属于我的 阿曼 神说孩子你要看见我的话语 神说孩子我的话语带下的是平安 所有一切过去 每一个话语在你的心中带下来 如果是害怕恐惧的 请你挪去 现在也从你身边中滚 你是自由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 光在你的里面 你是自由的 谢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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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用爱 触摸每一个现在可能在医院当中治疗 关于精神疾病的人 谢谢主 你让他们打开眼睛 看见你 然后愿意接受你 领受你的爱 邀请你成为他们的救主 谢谢主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曼 奉耶稣的名 我宣告 有光要照耀在你的身上 你要兴起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了 不管你在医院 或者你现在在阴暗的角落 你曾经被邪灵 你曾经被邪灵搅扰 虐待 但是神 恢复你 成为真正的 神家中的人 是王子 是公主 你再也不一样了 你再也不一样了 今天神要告诉你说 撒旦没有那么大 耶稣最大 阿曼 症状没有这么大 因为神的医治是完全的 阿曼 所有的邪灵跟魔鬼 来到耶稣面前 都直接的就求饶 就离开 耶稣只用一句话 这些邪灵无鬼就走了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 或者在你里面说 那个邪灵无鬼很大 或者是那个精神疾病 这问题很大 那这也是撒旦的大外宣 那就是一个谎言 因为真正最大的是耶稣 是圣父圣子圣灵最大 没有谁 没有谁比他们更大 所以你只要相信神 你看着神 神必要释放你 奉耶稣宣告 圣灵的大能进入到你的里面 你要复活过来 你的灵魂体都要复活过来 你的心思意念要复活过来 你要成为有灵的活人 你要成为正常的 而且比正常还要更加的聪明 因为神的灵充满在你的里面 运行在你的里面 你要比一般人还要更加的聪明 因为你有圣灵的大能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今天 有很多人要得释放 得医治 得自由 阿们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这不是从人来的 是神你要做的 阿们 你要做的就必要成就 谢谢主 好 亲爱的耶稣 主 谢谢你孩子 感谢你 谢谢耶稣 你今天在神经时刻当中 你来亲自对每一个你宝贝说话 主 你让我们因着听见你的话语 每一天都可以进入心意更新而变化 谢谢你 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你让我们看见 原来主你赐给我们的产业 已经在我们的眼前 你给我们未来的盼望 是这么的喜乐 这么的丰盛 阿们 这么的平安 因为我们是艺人 我们就是会蒙福胜过万名 谢谢主 谢谢主 然后同样我们也鼓励大家 就是现在我们在说明栏 就是现在下方地方说明栏 我们有神迹时刻的社团 我们也鼓励你 就是你可以有任何将你的代导事项 分享上来 或者是你也可以将你的见证 然后你听见耶稣发现 哇你生命改变 或你的身体真的完全一致了 你就可以将你的见证分享上来 我们让见证 复制见证 然后我们也可以彼此代导 然后同样我们鼓励你 就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在YouTube里面 有专门的神迹时刻的社团 我们邀请你 就是来按赞 订阅 分享 打开小铃铛 谢谢主 你让我们在现在网络世代当中 用很简单 一个按键的方式 就可以将耶稣基督你的福音 然后推播给更需要听见耶稣基督的人了 谢谢主 谢谢主 也谢谢你们喜欢我们的频道 也谢谢我们彼此 可以在神的当中合一同心代导 谢谢主 因为我们都是神众子 我们的显现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让更多没有看见 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 进而因着被耶稣触摸 被耶稣爱 然后被耶稣翻转生命 然后他们就成为耶稣的宝贝 我们天国的家人 谢谢主 谢谢耶稣你这么这么爱你每一个宝贝 我们将一切都交到你的手上 安息与你同行 谢谢主 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